我們看到血綿化的事件以外 最近其實我們來講到 在國際上面 一個英國的史學家佛格森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圖 他特別用了兩種動物 當然一個就是狐狸 一個就是刺猬 他認為狐狸就是美國 然後認為中國大陸就是刺猬 因為美國他有很多 他的目標 他分散 然後他很多的策略 但是呢 他認為中國大陸 他就有一個一貫的核心的願景 同時他整個分析完之後 他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他認為拜登不可承受之重 是台灣議題 這件大事可能是得台灣者得天下 我不知道介大事怎麼看這件 其實我對英國人 我還算有一點了解 我從做學生的時候 有的老師是英國人 我在歐洲住過一段時間 也在歐盟服務過 英國人很深層 你不能被他牽著鼻子走 我認為這位英國學者 做這樣的建議 跟這樣的研究 我覺得他動機不單純 他基本上就是 我剛剛提到 所謂Dividend Rule 這是一個他們的分而自知 就是英國人最流行 第二個 他會挑撥別人 讓別人產生衝突 然後他從中得利 他已經是 他在挑撥一件事情 比如說 他把台灣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崛起 他把它結合起來 其實我認為這是兩回事 為什麼兩回事 今天大陸的崛起 最重要指標 我不認為是有沒有武統台灣 今天中國大陸要能夠成為世界第一強權 要看他的GDP 他的GDP什麼時候超過美國 他的各種指標什麼時候超過美國 那麼他得到國際社會對他的支持有多少 他有多少朋友 他有多少敵人 那麼他的今天的軍力 他的不管是飛彈或者說是洲際飛彈 他的航空母艦 他的戰鬥機 他的軍力 是不是能夠達到一定的指標 這是中國大陸能不能夠成為 所謂的世界霸主的最重要指標 台灣 我們台灣過去跟大陸 尤其在我們講馬英九時代 有那麼緊張嗎 這當然是沒有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是不是突飛猛進 也是一樣突飛猛進 他突飛猛進了40年 為什麼有的時候兩岸是那麼和諧 甚至我們在馬英九政府的八年時候 我們的國際空間也獲得了極大的突破 比如說我們成為WHA 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 我們的衛生部長直接進入到聯合國的會場 去開會 我們也成為聯合國下面專門機構 這個ICAO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的這個年會的貴賓 那我們還簽了這個跟這個新加 我們跟新加坡 我們跟紐西蘭都簽了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很多突破 我們中間也沒有任何邦交國爭奪戰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關係也會很好 那為什麼現在關係這麼差 那我覺得除了民進黨的錯誤政策之外 那麼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 找到一個見縫插針 遇動灌水的機會 他在挑撥兩岸的關係 他讓兩岸的關係走到 最好是走到對立 那麼更好的時候必要的時候發生戰爭 誰來餘養得利呢 就是美國啊 就是歐盟 那他今天這句話其實是在挑撥誰 挑撥大陸跟美國的關係 也就是說那把台灣也拉下水了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跟大陸 美國跟大陸爭霸 你的關鍵就在台灣 這算什麼話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 你美國今天要成為霸權的話 拜登自己講的話 你的RND全國的這個研發經費 要從0.7變成0.2 不2% 這你就會又強起來 你要把你這個破舊敗壞的 你的這個基礎建設 美國的這個紐約 那麼破舊的機場 美國這個柔長寸斷的 國洲際高速公路 你把它修好啊 你修一些這個高速鐵路啊 像中國大陸一樣高 你的國家就搶起來 你就可以繼續維持霸權啊 為什麼要把台灣扯進去 我覺得這位作者居心不良 對 因為很奇怪 剛剛其實介大使在分析 不管中國大陸現在最近 他在經濟上他有一些突破 他有一些發展 在外交上他也需要一些結盟 包括在軍事上他也有所發展 其實你就以他的比喻來講 難道中國大陸也不是就是在 各種目標各種策略他在追求 可是他現在把它形容的說 中國大陸其實什麼都不管 我就只要一個台灣 我的目標就是台灣而已 所以剛剛大使在講說 其實是有一些挑撥的成分 跟一些故意的成分在裡面 因為現在其實習近平也在講說 他覺得大陸年輕一代 他們已經可以平視世界了 那不是說你說以前都是 美國什麼高高在上 而且我們最近也看到 他們所謂的外交官 已經把這些自信 展現在國際 包括各種場合上面 宣告我說我跟美國人 平起平坐的那種信心 所以他這樣子的說法 對照起來其實我覺得 是蠻不合邏輯的啦 我覺得真正這些國家都是 把自己的國家的這些事情 面臨挑戰故意掩飾 就誇大別人的 別人的這些面臨的挑戰 台海民進黨不要推動台獨 會有戰爭嗎 我覺得不會有戰爭 大陸十四五的計畫 你看起來你看大陸 這個民間什麼熱血糞痛 大陸的政府今天說 有放棄和平統一嗎 和平在統一的前面 和平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是要用一種 理性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對 美國在川普的時候 基本上把台灣 台海變成一個怎麼樣 越來越劍拔怒張之海 最後他也 他還是有最後一個底線跟分配 所以你說得台灣者得天下 這句話真的是害死我們台灣 而且要挑撥 美國跟大陸之間要衝突 所以這個英國的這些人 我真的對他們這些 不管他的出發點 或者他的什麼目標 我都要打個大問號 不存好心 對 英國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可是我們台灣自己呢 因為我看到新的陸委會主委 邱太三他講說 期待兩岸春暖花開的一天 可是從時間在國內的政治上面 其實對大陸來講 他是一直是 雙方在對立刺激的那種 言論一直出來 那我不知道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是真的有這種春暖花開 尤其是現在這樣子的國際 比如美中之間 有人說他們是一個競爭性的接觸 我不知道台灣在裡面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是在兩岸的關係上面 是真的有春暖花開的時候嗎 我覺得過去四年多 就是說蔡英文政府把自己的這個空間 把完全把它做沒了 也就是說兩岸之間的這個 能夠找到妥協空間把它做沒了 那麼他現在看到這個國際局勢改變 找邱太三出來 我覺得遞出橄欖枝是非常好的 那要持之以恆 可是這個中間你看 才剛剛遞出橄欖枝 我們這位蘇貞昌先生 我們這個王定宇先生 又發出了非常敵意 一種對抗性的訊息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讓對方如何接求呢 到底是蘇貞昌講的是對的呢 還是這個 我們這個新任的 邱太三主委講的是對的 所以你今天站在另外角度來看 前後不對 不對不一 我很好奇我想問一下老師 對佛格森這樣子的比喻 然後最後把它歸結在 台灣可能就是得台灣者得天下 為什麼用這兩種動物 以外 為什麼現在台灣變成一個聚焦點 我想大家必須承認 這個佛格森無論是再有學問 他畢竟不是動物學者 他用這個動物來做這個比方 其實也只能是說 他是表達他要表達的意念 但我們這個殘酷的事實真相的話 美國也未見的是狐狸 而中國大陸也未見的是刺蝟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用這種比喻其實究竟是增加了 我們想像的空間還是縮限了我們想像的能力 我覺得這其中差別很大 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縱橫百合之中 有很多的因素其實變化非常大 但是這個新聞之所以讓我們都受到了這個註意 受到我們大家台灣的註意是因為我們是在中間 但是萬一有一個人評斷說台灣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從下這個新聞能夠收視的效率 這個收視的這個就是這個比率恐怕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之間的這個定位是如何 假如我們真是那麼重要 那必須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但是今天我們假如是重要性是靠別人的取捨 其實這也是一項悲哀 我覺得這些大國縱橫百合 等會借大使會說更完整的說明 特別是這裡頭之中牽涉到不光是只有軍事 或者國內的政治 甚至外交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這個就是維繫 以及要去合眾聯合 我認為這裡頭才是大家應該關切的面向 不過佛格森他有特別提到一個點 就跟最近熱門的話題 這個蘇伊士運河 他把台灣比喻成是蘇伊士運河 他引用的是一個歷史事件 我不知道老師怎麼評析 他說因為當時蘇伊士運河讓英國灰頭土臉 他認為最後如果這個台灣的議題上面 會不會美國也灰頭土臉 那這個老師可以幫我們詳細的解說一下 我認為這個英國之所以 這個談到這個蘇伊士運河 因為蘇伊士運河對於英國個人的就是他們的顏面 當時他跟以色列一起去攻佔了蘇伊士運河 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他們灰頭土臉撤出了 也就是原來所希望做的軍事行動干預 就是以這個地和主義強權干預的方式 卻在他自己的盟友的壓力之下而退縮 所以對英國而言他們感覺 在某些程度上感覺是被華盛頓所背叛 所以很多歷史之中他將他的去比喻 他只是覺得說這個蘇伊士運河對於英國的威望 以及真正就是說他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們必須要了解英國在真正蘇伊士運河 這個事情發生之前 他的國力已經在下墜 所以這個二次大戰讓他整個元氣大傷 而讓美國往上爬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即使他們同時面對冷戰 但是用了這個方式去干預了蘇伊士運河 然後去硬式攻佔 但是在美國整個他大戰略的考慮之下 仍然強逼了自己的盟國向後去退却 而放棄本身的立場 所以各位我們都必須要想起 要去了解像英國跟美國這麼好的關係 他都會對英國去施壓 那有很多人一廂的情願去相信美國 我必須要強調 每個人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 親兄弟要明算帳 所以你要寄望一切 你都能夠操控大國強權 你希望是要去下棋的人 但是殊不是這一切都要按照實力來對比 你很可能到了最後是當別人的棋子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認清的知識 所以不要去找麻煩 認清自己的定位 我認為這是最重要 至於佛格森所說的比喻 我們聽了可以要有領悟 但是不要全盤接收 我們今天一直有講到蘇伊士運河 當然蘇伊士運河 現在大家都因為長榮的貨船 卡在那裡受到全球的關注 不過好像在當年其實一場戰爭 有導致幾乎是15艘各國的貨輪 卡在蘇伊士運河這邊 而且是被有機化的卡了好非常非常多年 我知道老師是從海軍出身 當初這樣的一個事件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當時是因為 整個中東地區的局勢 然後有這個戰事 所以才有這些所謂利用沉船去卡住這些運河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提醒 當時各國有之間有它自己的算計 然後去卡這些運河 我還是要強調沒有打不通的航道 人類這個確實也造成了很多工程的襲擊 無論修蘇伊士運河或者巴納馬運河 用人為的方式去將它把它給卡住 然後到了最後甚至還有布雷 除了當時沉船之外也有布雷 同樣的戰術 我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打不過日本人 我們也有將海軍的船 你想想看 叫海軍把自己的船殺掉 然後去那邊擋住日本人 然後去掩護路上的作戰 這是讓人多麼難過的事情 但是為了整體的戰局 確實有這種事情的發生 那我必須要強調 今天只是要讓我們知道 這個長次輪這個事情 是讓我們知道 這個是一個意外發生的 因為長榮不會想到去攪局 弄得全世界都難過 但是它對於我們的衝擊 這個隨便算一下 這個價格可能要接近 每天要付出上千億台幣的代價 全球的經濟 而且有很多經濟的 這個供需的秩序都會大亂 所以我們要是像蘇伊士運河 1956年那個樣子的話 大家可以預知戰爭的來臨 你還可以去調整 就傳奇我們竟然決定 去繞過這個非洲 要繞道而行 但是今天長次輪的 這個是意外 所以你看 這蘇伊士運河 當一下中風了 全世界都亂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們隨時要保持這個彈性 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隨時要因應變局 然後大家絕對不能相信 所有事情都是可以預期 確實有很多變數存在 前陣子每日在2加2的會談上 談到了一件 大概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們談到了釣魚台 他們說他們是間隔諸島 說間隔有事的話 他們會來做一個因應 另外後續也談到 台灣有事的話 也會每日之間來做個因應 我先請教老師就是說 一方面釣魚台 這應該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然後中華民國也自己要做保衛 美日之間在談 尤其是日本又是一個自衛隊 然後他們要大舉的時候 跟美國來做一個 大型的聯合演練 我在不知道在主權的上面 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表態 另外這又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美日之間在講釣魚台 在講台灣的防衛 我首先必須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對於釣魚台的主權的爭議 其實是美國刻意去 在這個埋下了一個 就是相互在亞洲 未來未爆的火種 在原先美國之所以能夠佔領琉球 是根據二次世界大戰 各國之間暫時的協議 而且連在《開羅宣言》 以及《波斯坦宣言》之中 都有講過 日本的領土限於四個主要的島嶼 以及各國所共同同意的領土 所以當美國在戰後之後 因為冷戰之中 他佔領了琉球 在那邊琉球是在經過 聯合國的托管系統之下 後來經過美國跟日本私下的協商 就簽訂了琉球的返環協議 在這個返環協議的時候 他順便將所謂釣魚台的行政治理權 給了就是這個叫做日本 來由日本負責行政治理 這裡頭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在他的法理立場上 他並沒有承認 日本具有釣魚台的主權 所以當2月23號 美國的發言人戈比講說 有關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美方是支持日本的立場 結果日本人當然是非常瘋狂 非常高興 結果2月26號美方立刻手伸出來 啪一巴掌就打上去 說在這個有關釣魚台主權 這個並沒有擺持任何立場 我原來這個就是我們只接受 它藉由行政治理 而我原來講它的主權是像錯誤 他用的是錯誤這個字 所以也就是說美國也非常講明了 你只有行政治理權 可是我們今天就發現 美日的共同軒言之中 這裡頭讓大家好好思考 因為美國跟日本上一次2加2 就是這個國務卿跟國防部長 跟防衛相還有外相 這個對話之中 在共同的這些宣言之中 就講明了日本 就是說因為他目前在日本的 這個行政治理之下 然後適用於這個叫做 美日安保條約 我想這個我們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說假如你真正有主權 你打死不會簽這個協議 為什麼 因為你明明有主權 你怎麼能接受 我只有這個行政權 所以換言之也就是 日本東京作賊心虛 也就承認了 也就在白紙黑之留下 我只有行政治理權 那既然只有行政治理權的話 我們就好以為一個比方 說今天有一部車 這個人在開那個車 說這個叫東京先生在開這個車 這個車怎麼來的 是華盛頓先生 他把這個車移交給他 那這個車是屬於誰的 華盛頓先生說 我不認為東京先生擁有這部車 但這個車現在他在開 他在使用 對 那我現在問 這不就是做賊的贓物嗎 你美國當初沒有知道 這個主權是屬於誰的 你憑什麼把這個東西 行政治理權交給東京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美日兩國這種勾搭 然後還留下了 這共同聲明歷史的證據 也就是說明明自己在捉賊 也都承認了 我現在只要去質問一件事情 就是你東京要是認為 你真正具有釣魚胎的主權 而你居然接受說 你只有行政權的做法 你是不是就是做賊心虛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從來任何人家講說 我們沒有實際治理釣魚台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也不承認 有誰有權合法去接受 就是說真正有權去治理 因為我們並不接受這些 說是這個叫做 這個琉球返環條約 因為按照這個二十世界大戰 這個同盟國之間的協議 美國要獲得其他個同盟國的同意 他才能去處分 有關日本的 四個主要島之外的 所有的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大家要知道 日美上一次的共同宣言之中 其實是留下這個 就基本上在日本手中所控制 假如說他所行政之理的 這個所謂的釣魚台 也就是他講的間隔群島 其實就是做賊的贓物 所以就是我們被偷的東西 現在他的手中 他也幾乎的承認 因為假如是他的東西 他怎麼能夠承受 我只有治理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本的邏輯 他們現在都錯亂 所以我們必須要注意 這些所有的這些聲明 將來都是繼續打國際官司 可以利用的這些法理證據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到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在講說 日本的自衛隊一直很想 把它變成軍隊化 就是說原本是所謂的防衛功能 那現在你看他已經跟美國開始 就是說其他的地方有什麼狀況 我日本會協助會出兵或什麼 是不是開始一步一步 其實在這樣子的演習 或是這樣子的互相合作當中 有透露出日本的企圖 我想基本上來講 日本就是說要所謂的追求 國家的正常化 而且希望重新武裝 他必須要面對日本憲法第九條 但是日本的憲法去修改的程序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而且門檻相當之高 所以他利用這個解釋法條的方式 各種拐彎抹角走捷徑 就我們真正的法理而言的話 其實是這個相當不光明磊落 而日本也有很多人內部認為 這種的做法其實是相當糟糕 但是由於我們的媒體對於日本的很多的訊息 報導並不是那麼真切 就跟防衛相岸信夫那天所講 他們非常關切有關台灣 萬一將來有事的時候 希望能夠參與其中 但是在這邊台灣的媒體的報導跟原文 落差其實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美國能夠協助他撤出日僑 我們也知道這個日本大概有數萬的僑民 現在在我們這個就是這個生活在我們周邊 在我們台灣 這個在這裡頭有很多是因為 這個各種的不同的理由在這邊長期的拘留 而且也有日僑學校 甚至對於我們的經濟活動 以及我們所聘用的專業人員 日籍人士也真的是很多 但是萬一真的發生什麼動斷 日本所表明的立場是希望保護他的人民撤出 絕對不是來幫台灣 所以我們今天在很多的媒體報導 其實非常不負責任去餵食大家政治搖頭彎 而且讓誤導這些真正事實的真相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各位一定要去了解 岸信夫當初到底展丁姐姐講的是什麼 而且他無論怎麼講 不可能超出日本真正法律的規範之外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講一句話 還是要靠自己 不要隨便去相信很多媒體不時的報導 跟擴大的渲染 長次輪吧 我們來看到 就在這裡 很多人戲稱說 他就是一個塞子 為什麼呢 好 這個圖是放過來的看的 這個是長榮的貨櫃船 他就卡在這裡 你看看 這邊有這麼樣多的船 這邊有這麼樣多的船 全部就等著 把這個排通之後 他們才能恢復原本的這個 運行或是原本的貨運 你再算一算 長榮的貨輪卡在蘇伊士運河 全球每小時居然要損失到 114億元 這麼多 其實過去大家可能在地理 課本上面念 世界有極大運河 可是感受沒有那麼深 直到這一次之後 台灣的長榮要上了國際 大家開始對蘇伊士運河好好奇 原來它有193公里 全球的貿易運輸 有10%到12%經過這裡 那每天會有96億的商品 經過這樣的運河 所以人家想說 這樣子大家要等著長榮疏通 叫做大排長榮 當然我知道大使過去 其實對這個經貿 也是相當專長 而且相當專業的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事件 帶給整個全球上的影響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今天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人 國家跟人 就是說我們現在 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而且我們之間彼此之間的互賴 相互依存度是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你今天 你這個一個運輸線 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中間我們這個國際產業鏈 這個結構有多深 你可能一個產品 任何一個產品 它可能都是十個到二十個國家的 一個合作之下 那為什麼 它是用這種經濟的效率 用這種所謂的這個 legato legato這個叫比較利益 所以它強調貿易 為什麼 因為你用貿易可以得出 最有效率的經濟產出 那麼所以這個 legato這個 這個所謂比較理論 大家得勝 所以大家就 全世界產品 都是大家彼此共同合作 所以這個有的貢獻原料 有的貢獻這個中間產品 有的作為最後的這個製成品 那中間還有這些能源啊 各種鋼啊 各種煤啊 各種石油天然氣這個運輸 已經造成這個整個世界上 你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這個世界一家的這個情況 尤其經濟上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一塞以後 大家才驚覺 原來我們是如此的相互依賴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給我們得到的一個啟示 第二就是說 也某一種程度 也看到了 我們在交通上 我們也有很多脆弱之處 我們太依賴這個蘇伊士運河 這蘇伊士運河出一點點小事情 你就看它造成經濟的損失 這個114億是大家都有損失 我們台灣很多廠商也受損失 可能也在那邊等著排 也受損失 長榮上面搞不好也有台灣的 有有有有 它這個我們的損失也很大 那除了我們台灣之外 那受損失的國家 我想應該是上百個以上 所以現在真的是 牽依法動全身 那這一件事情 當然到底怎麼形成的 這個慢慢會查清楚 不過這個研究 研究的效率是比較快 比較慢一點 那慢的原因 我覺得就是說 像我們去過這個 比較開發中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的時候 它有的事情 真的它缺乏那個基礎設施 像它用這個怪手在那邊挖 對 我們看下一張圖 其實就是 非常慢 大家都非常的訝異 因為這個圖太諷刺了 這個你看 這只是船的一小塊 然後就靠著一個挖土機 大家都不敢相信 船擱淺不是就是趕快 把它排通出去就好 卡了好幾天全世界關注 可是我們說台積電 如果是護國神山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護全球的挖土機嗎 就靠著它在挖 它就是沒有危機 這個處理的概念 它就沒有想到發生這件事 它要怎麼解決 所以這麼重要的水道 有一個埃及政府來管理 那你現在就發覺它的問題 它的過路費也很貴 像這一艘船叫50萬美金 你就過去 就叫50萬美金 所以它的那個過路 埃及每年從那邊拿到上百億美金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收入 可是它有一種成 有一種義務就是說 你要隨時保持這水道暢通 你提供的品質要過好 對 你現在你看 說實在你有這種大型的這種舶船 那強力的舶船 來推啊 來拉也好 那麼你有沒有臨時性的 這種裝備 能夠盡快把上面的貨卸掉一些 因為這個船 你叫它卸掉油 我有沒有看到它有沒有卸油的 卸油的裝備 對 你要卸掉它的一些壓艙水 這些東西都是把它浮起來 那這些你看起來的話 那麼蘇伊士運河的這個主管當局 當然是埃及政府 在這方面是很欠缺 這些基本的應該有的這些救難的 然後在這個處理緊急狀況的這種 硬體設施看起來是非常缺乏 所以現在有些船已經它就直接走 有些船它就不經過這裡 它繞遠一點 非洲那個好望角過去 然後俄羅斯就在推銷它的這個 北極航道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中國大陸受到影響會比較少 因為不要忘記 從連雲港到歐洲 這一路這個亞洲的設施 這一條路是亞洲 通過整個亞洲 不管是東亞 東南亞 南亞 阿拉伯世界 然後往這個歐洲走的 歐洲要到這個世界 也是靠這條路 那你看現在這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 歐亞大陸橋 就是陸陸運輸 它是已經大通了 一帶一路的所謂中歐的這一條航線 這條應該是鐵道 鐵道這條航線 陸陸的 所以其實這個過去就有人講嘛 這個 其實這個東 這個歐亞大陸橋 其實這條陸陸的航線 其實是改變 我們自海泉 人類從海 從陸泉走向海泉的一個轉捩點 可能這個海泉 再轉回海 陸泉 因為過去 第一次全球化 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次全球化是這個 羅馬帝國 不是 蒙古大帝國 蒙古大帝國 投跨歐亞 所以這個中間 沒有人為的障礙 那今天這個大陸 這一次把它這個 歐亞中間這個大陸橋打開以後 經過那麼多國家 沒有人在中間 很耿於其中 那我想這個也會凸顯 這個將來陸陸運輸 歐亞綠陸運輸的重要性 對 因為剛剛 其實大使在講說 很多船真的等不及了 他必須要 繞遠一點 繞到非洲的好望角去 因為 等這個小船再挖 不知道挖到什麼時候 你看到這一條 原本是可能蘇伊士運河 是超捷徑 他可以到這歐洲的板塊 可是呢 現在如果這一條不行的話 我可能要這樣子 繞著一大圈 多出來的航程的時間 多出來的 不管是運費也好 注意主要就是時間 因為貨運 這個不知道要延遲多久 也包括 其實剛剛也有談到了 歐洲很多國家 這一次也扛到了 比如說西班牙 很多地方 它需要的是天然氣 比如說德國 它可能它汽車工業的 零件等等 這時候就看到 全球貿易的重要性 我回過頭來再想到 台灣在發展 所謂能源政策的時候 它很多 希望50%的天然氣 是從國外來運輸 雖然可能我們的天然氣 不是走這條航線 但也凸顯一個問題 在你很多比重都壓在 可能是境外的能源政策的時候 它可能會出現的風險 我們現在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是意識形態之下 產生的能源政策 而不是根據科學 根據理性 根據邏輯 產生的人源政策 所以最後才會變成 我們的能源供應 要變成50%都靠天然氣 這是荒謬無比的一個決定 為什麼 第一個能源 這個天然氣 是最貴的一種能源 它比煤 比核能 甚至比很多所謂的 這種可再生能源 比如說太陽能或風電 都還貴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很多國家用天然氣 因為它自己產天然氣 它當然用天然氣 那還有其他國家 它臨近國家產天然氣 它就靠什麼呢 靠天然氣管 因為天然氣用得很快 而它的儲存要很大的空間 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天然氣儲存量 只有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所以現在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要冒天下之大不惠 把我們7000年的藻礁 都不當一回事把它毀掉 因為它氣需 它要把你的能源供應50% 變成天然氣發電出來的時候 你第一個你就要有很多天然氣的除氣槽 那這個除氣槽 你現在天然氣的量大起來 需求量大 你的除氣如果還是只能除兩個禮拜 或三個禮拜 那如果發生這樣子的 蘇伊士運河這種突發的事件的話 你的氣接不上 你的氣接不上以後 你這些天然氣發電廠就沒有能源 它就沒有辦法運作了 那大家最恐慌的一件就是什麼 你的能源供應就沒有穩定性 我們現在把20% 30%作為再生能源 也就是說綠能好了 太陽能 風電 花了最貴的錢 你知道這兩種能源 在科學的角度它叫不穩定能源 為什麼 太陽電靠太陽 你每天早上 有看天吃飯 有沒有太陽 你要早上起來才知道 那風電靠什麼 靠風 我們台灣海峽一年四 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風 你蓋了那麼多風電 到沒有風不是都白搭嗎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整個的 這個能源的供應的結構 完全跟科學無關 完全跟專業無關 跟誰有關 跟民進黨這些黨內的少數這些 缺乏科學 缺乏常識 知識的這一批政治人物 他的意識形態有關 所以一個國家需要用科學 用知識來決定的政策 最後變一個政黨 用他的意識形態來決定 所以你說台灣會不出現問題 那真的是沒有道理 所以現在從來我在台灣 我們在台灣出生長大 我記得我小時候還有缺電問題 我小時候還有缺水問題 可是我記得到上了高中以後 我年紀比較大一點 我從來沒有想過台灣 還有缺水缺電的問題 台灣的水電不但供應充裕 而且還特別便宜 這是全世界都知道 怎麼會搞成今天缺水缺電 缺工還是另外還是缺水缺電 而且缺得這麼嚴重 所以不是天災 人禍 台灣現在碰到最大問題就是人禍 誰是禍 民進黨就是台灣的人禍 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講說 這次蘇伊士運河 讓大家回想起一個 算是有趣嗎 應該不能算是有趣 但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歷史 我們大概1967年 以色列跟阿拉伯國家 爆發了六日戰爭 當時以色列花了三天 奪下了西奈半島 講到這邊 你可能會覺得 那所以你看 埃及開始把這些船 給操沉之後 堵住了蘇伊士運河的兩端 結果就有15艘船 就被困在運河 這邊沒有寫錯 長達了8年 包含了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瑞典 波蘭 保加利亞等等的軍艦 船艦 不是軍艦 因為他們那時候 埃及是不希望敵軍 或是不希望人家 進到這裡來 所以我就直接把乘船 堵住了整個運河 這跟我們長榮 這是不一樣 可是很好笑 這8年 那這些船員 他們就在蘇伊士運河上面 生活了8年 人家講說 這邊因為黃沙整個片片 然後變成一個黃色的艦隊 但這幾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人總要生活 他們其實在那邊 也過了一段的日子這樣子 不知道這個大使這邊 對這個有沒有印象 我有印象 其實這個蘇伊士運河 這個列強為他產生戰爭 好多次 那這個當時是 我記得是英國人修的 那個不是英國的國土 就跟這個巴拿馬運河一樣 巴拿馬運河美國有特權 美國人修的 可是巴拿馬人 他有特區 不是屬於巴拿馬的領土 所以蘇伊士也是這樣 那這個是不合理的 巴拿馬 巴拿馬